何不准久世不地 于是拜了一个风水先生为师 出师后 他帮人看了二十多年的风水 却因学艺不惊 总是看不准 只能勉强混个温饱 这天 何不准突然得知了妹妹的死讯 便匆匆赶到了妹妹家中 原来 何不准的妹妹早年丧夫 他的儿子宁大鼻涕痴迷赌博 每天和隋友王一手泡在赌场 根本不管母亲的死活 这年冬天 何不准的妹妹中因疾病去世 宁大鼻涕怕舅舅找他算账 于是何王一手一起用烂被子 将母亲的尸体裹了 丢进村口的一口枯井中 并捡来瓦砾 天井堆坟 胡伦炼葬 随后 宁大鼻涕就离开了宁家铺子 何王一手到洛阳讨生活去了 何不准找到那口枯井 看了看井口上的瓦砾坟包 以及井旁九处龙蛇形状的土梁子 不由得大惊失色 道 这可是九宫学啊 九宫学在风水中是尚好的积学 葬在这种墓中 墓主的后人都能飞黄腾达 何不准不想破坏这里的风水 所以妹妹的井中之墓就不能动了 把亡人埋在井里 这是对死者的大不敬 县里的百姓都认为 何不准不想给妹妹千坟令葬 根本就是她吝啬 舍不得花钱 所谓的九宫学只是她找的借口 从此之后 再也没有人找何不准看风水了 何不准只得转行到宁津县当了师爷 转眼十多年过去了 这天一早 何不准刚到县衙 便听说乌县令找自己 他来到乌县令的书房中 发现书房中有一个客人 乌县令说那人叫王一守 在洛阳王府上当差 何不准听到王一守这个名字 心里不免一颤 想起了外甥宁大鼻涕 乌县令说 王一守这次来宁津县 是为了替洛阳王找火烯 他告诉何不准 不管用什么办法 一定要找到十只火火烯 说完 他将一个小瓷罐和一张一百两的银票 塞到了何不准的手中 何不准打开罐子一看 发现里面装着的是一只晒干的火烯 体型有普通蟋蟀两倍大小 体色赤红 何不准不敢违抗命令 只得答应下来 他想了想 决定找斗蟋蟀的行家鬼三帮忙 鬼三是个小混混 前不久因为卖假蟋蟀 被关入了牢房 何不准来到牢房后 找到鬼三 让他帮自己找火烯 并允诺事成之后 可以将他提前释放 鬼三立刻答应了 并说在城外的瓷器营就能找到火烯 当天夜里 何不准让捕快们手拿铁铲 压着鬼三直奔城外的瓷器营 宁金县在两百年前曾经是瓷器的主产地 可是优质的瓷尼开采殆尽后 瓷器营就逐渐败落了 一行人来到了瓷器营 鬼三一口气连挖了十多座古瑶 却只找到了四只火烯 古瑶因为常年生活 即使荒废 也是吉阳之地 只有这种阳气聚集之地 才会孕育出火烯来 何不准对鬼三低声道 再找六只火烯 你就算字就成功了 鬼三哭丧着脸说 何先生 你就是杀了我 我也是完不成任务了 鬼三被押回了县衙 何不准取出两钉银子放在了他的面前 让他无论如何得完成任务 鬼三说 何先生 我还真有一个办法 能再给您变出六只火烯来 鬼三说 办法很简单 那就是造假 何不准说 造假就造假 不过一定要做得天衣无缝才成 鬼三说 在宁金县的县城外 有一座阴风山 山里有一座深谷 谷中就有一种大蟋蟀 白蟋 白蟋是一种喜欢在潮湿阴冷环境下生长的蟋蟀 因为久不见光 身体呈现白色 而且体型和火蟋很相似 只要给他喂食七天红药 白蟋就会变成赤红色 相信定能蒙混过关 鬼三确实是造假的行家 二十多只白蟋被抓回来后 他用红药喂食了七天 果真使得白蟋变成了红色 鬼三告诉何不准 这个方法有个问题 那就是这种红药有毒 这些假火烯活不过十天 何不准挑六只假火烯和那四只真火烯混在一起 直接蒙献牙里的王一手去了 王一手见事情办成 十分高兴 他收起火烯后 立刻邀请何不准到洛阳走一趟 说洛阳王定会给他丰厚的奖赏 何不准心里有鬼 哪敢去洛阳 他刚想拒绝 王一手就从腰里摸出了洛阳王给他的银腰牌 道 何先生 洛阳王的面子 你不能不给吧 何不准只得硬着头皮同意去洛阳 上路之前 何不准告诉王一手 他只负责抓火烯 至于如何养火烯 他真的不在行 也就是说 火烯在路上要是死了 与他无关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在前往洛阳的路上 王一手竟然将火烯饿了三日 然后找来一口锅将火烯全用盐水给煮死了 何不准问道 你这是干什么 没见过制作药引子吗 王一手说道 不该知道的 你最好少问 五天之后 何不准跟随王一手来到了洛阳 他被安排在王府的客房 虽然好吃好喝的招待 但何不准的一颗心总是悬在嗓子眼 根本就不落地 就在当天夜里 何不准的房门被王一手用脚踢开了 王一手脸色煞白 握着切药刀 指着何不准的鼻子大叫道 你用假火烯害我 我要杀了你 原来 王一手让和不准抓火烯是用来当药引子的 洛阳王派他不惜千里寻药引子 救的这个人便是宁大鼻涕 宁大鼻涕如今已当上了洛阳王府造将们的总管 今年是京城大内总管太监潘公共的五十大寿 各地大小官员都在挖空心思地想去京城送礼 翩翩翩衣昧飘飘地捂上半炷香的时间 洛阳王为了让宁大鼻涕尽快康复 就赐给了王一手一块腰牌 让他到宁津县寻找火烯 谁承想 这十只火烯中竟有六只是假货 本来强力却含湿的中药在假药引的作用下 竟加重了宁大鼻涕的病情 经此一世 宁大鼻涕彻底瘫痪 几乎成了废人 王一手让和不准来洛阳王府 就是防着有什么变故 没想到真的出了事 宁大鼻涕制作的妩媚人只是一个半成品 上完积阔后 只能舞动一小会儿时间 宁大鼻涕病倒 妩媚人无人会做 洛阳王没有办法 只得先将坏事的和不准 关进了王府的囚事 再把这个半成品的妩媚人 送到了京城潘公共的府中 潘公共看到妩媚人 高兴极了 当天夜里 他请来几位亲信 开了一个赏美宴 那个木制的妩媚人上完积阔后 婆娑起舞 竟比真美人的舞姿还要好看 潘公共九智半憨 他端着一个慈悲上前 想和妩媚人举杯共舞 谁知 妩媚人突然失控 墓壁一挥 将他手中的酒杯击碎 碎瓷片利剑一样 刺瞎了潘公共的双眼 潘公共一声惨叫 倒在了血泊里 双目失明的潘公共 成了没有牙的老虎 他的政敌立刻联合在一起 对他上本弹劾 皇帝派人一查 竟在其府内的地下室中 发现了大量的兵器和甲咒 想要沙皇造反的潘公共 被灵池处死 洛阳王献武媚人处贼有功 被皇帝封为了铁帽子王 而其他去给潘公共府贺售的官员 降级、罚奉、免职 全都吃了挂烙 洛阳王亦高兴 不但将何不准无罪释放 还赏赐给他一千两银子 随后 何不准便雇了辆车 拉着瘫痪的宁大鼻涕回家了 何不准四处求医问药 花光了所有赏金 终于买到了火锡当药饮 治好了宁大鼻涕的寒湿病 这天 何不准领着宁大鼻涕 来到了他母亲的坟前 说以前宁金县的人都说我看风水不准 我还不信 这一次我真的相信了 其实看风水 就是乡人信啊 其实哪有什么九宫学 说是九宫一窥学还差不多 宁大鼻涕不想承担作为人子的责任 将老娘的尸首胡伦丢进枯井 草率地丢上瓦砾 这岂能算练脏 说是糊弄还差不多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成功 宁大鼻涕听完 如遭雷击 其实制作妩媚人的时候 他要摆正心态 不求速成 绝对不至于透支体力 累得寒湿病发作 让他差点成为一个废人 娘 儿子知道错了 宁大鼻涕跪在母亲的坟墓前哭着说道